谁也没想到 全红蝉的防岗笑料 竟怎么也挖不完 防岗登机时 全红蝉上演了轻功大戏 只见他身轻如燕 单手拎行李跑上飞机 下飞机 放了啊 放了啊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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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马龙和潘展乐中间 犹如一个小手伴 而后他彻底放弃表情管理 短短时间打了三次哈欠 到底是有多困 不得不说港媒是懂流量的 全红蝉和王祖兰握手时 那份惊讶竟也似哈欠般自然流露 在香港会演时 众人镜头对准杨千画 突然全红蝉的小脑袋好奇地探出 让我瞧瞧怎么个事 演唱完毕后掌声雷动 全红蝉又以他那独特的鼓掌方式 攻在鸡腿 而吸人眼球 在采访时全红蝉用粤语发言 把主持人逗得哈哈大笑 你说一句广东话来 大家好我是全红蝉 大家恭喜发财 会演结束后 别人都是找明星拍照 而全美是被明星追着合照 和王祖兰两个射牛一见如故 差不多高得两人蹦地走了 这个画面如此和谐 全美还是喜欢和你玩 和他们说话脖子酸 祖兰 me too 最后搞笑女和搞笑男的告别方式 实在可爱 不仅和明星玩得来 香港之行全美还和国平队混熟了 从下飞机开始就屁颠屁颠地 跟在龙队身后 参加活动的时候挽着龙队的胳膊 龙队也宠着他给他买奶茶喝 最后面对记者时 全美主打一个真实 逗笑全场人 你和那杯奶茶心情怎么样 看到事情有点小惊讶 你说实话那杯奶茶 那个是果茶 一般 不是那杯好喝 奥运界尔与杨千华合唱 全红禅全程大喊东哥好帅 直接给东哥整不会了 帅 东哥 东哥好帅 差点忘了飞机上 你拍我丑照那事了 王楚清对全美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先是在吃饭的时候 被全红禅整得哭笑不得 还有人说 这是全红禅在模仿王楚清 夺损啊 随后张着大嘴的视频 又被全美挂往上 王楚清这是有苦说不出啊 看来能知大头的又多了一个全美 在参加记者会时 突然被点到名的全红禅 像急了上课开小差被点名的样子 参加活动时 别人都在认真听着 全红禅却在上演小学生上课偷吃的戏码 17岁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本想偷吃这下好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被记者问到爱吃香港什么美食 全美也是语录均沾 这部全美用筷子大口血牛排的视频 迅速火了 网友们直呼太可爱了 在分组活动时 陈梦手把手教全美打乒乓球 没想到也打得挺好的 最后又用乒乓球拍打羽毛球 这一趟全美也是收获满满 潘展乐和冯宇一前一后帮他减 就连领导也用塑料袋帮他装 全美真的很爱娃娃 在哪里都会带着 集体合影的时候 全美本想带着娃娃一起拍 结果娃娃却被没收 引起爆笑 见惯了大场面的全红禅 在记者访问时 更是满满的松弛感 大家都是正经的背母版 而全红禅主打一个实话实说 不过这也正是他的风格 主要我们每个人都挺厉害的 我觉得 曹元和全红禅两人被安排一起采访 主打一个谁也帮不上谁 紧张时一个不停搓脸 一个给衣服拉拉链 一个挠左耳 一个挠右耳 当主持人问到禅妹哪里好玩时 禅妹的回答又再次逗了全场 你觉得来到香港几天最好玩是什么 都好玩 哪都好玩 那你有去玩过吗 还没有 那么热情要不要再来香港了 会 要不要 要 那你要不要 要 两人真是既设恐又礼貌啊 奥运结束后 全红禅就像那行走的素材包 笑料就没断过 再严肃的人也都被他逗笑 也终于理解全红禅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了 难就说 人怎么可以射牛到这种程度呢 我们的顶流全红禅 凭借一己之力干绷娱乐拳 让体坛直升巅峰 全妹毫无差别的贴脸开大 别人手机里的博拼队 而全妹手机里的博拼队 左边睡完右边睡 右边睡完张嘴睡 全是黑照啊 网友们增生评论 你们把禅宝棚手欣赏 禅妹把你们亮网上 樊震东 是不是那天我没唱两句的原因 王楚清 是我打了他头的原因 马龙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不仅给妹妹买了奶茶 还买帽子 哈哈哈哈 现在终于知道全妹为什么缺叫了 连睡觉他拍照 连王楚清那不可言喻的小外号 都是随口一直喊 更是在晚餐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 学大头就裤头的名场面 旁边的妹妹更是看热闹不嫌势大 笑的都要蹦起来了 给他头哥整的老尴尬 然而干饭哥也没有逃脱全妹的魔爪 这身姿模仿的简直一模一样 都给龙队笑的要蹲在地上 怪不得马龙要这样说 龙禅啊 年轻一代的应该叫小魔王 果然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但全妹你的社交真的有的有点超刚了 东哥扭头这宠名又无奈的笑 刚好东哥也不想唱歌 就让妹妹上 结果全妹就这么水灵灵的来了一句 哈哈 我在欣赏帅哥 拒绝营业 完美诠释了00后的精神状态 永远不要在我下班的时候让我加班 干不了一点 上一秒还在和王祖兰挽着胳膊蹦蹦跳跳的离场 下一秒就当面贴脸开大王祖兰 王祖兰被小孩搬回了一举 参加电影首映里和王俊凯拍照 他看了一眼真诚发问 王俊凯紧接着就把手机给了全妹 结果全妹一句话给王俊凯整单大 是有亲王的手机了 也是有亲王的手机了 哈哈哈哈 傻你了 你叫我发我 你叫我还随意了 短短一分钟震惊一百次 全妹的梗也太密集了 哈哈哈哈 更好笑的是之前全妹在采访里说喜欢黄子涛 结果见到王俊凯之后的他立马判别 王俊凯帅不帅 他比黄子涛帅一点 黄子涛 我这破天的富贵还没接着就这么美了 网友 涛哥呀你还是专心当你的小说吧 继续谈恋爱吧 我们全妹更是把活泼可爱展现得淋淋尽致 和师兄谢思义打打闹闹拍完他屁 转身就挂在了陈爱森身上 而森哥看到全妹冲过来 直接伸出手臂 动作真是熟练的可怕 跟粉丝互动硬是变成了认清现场 不得不说一人的社交能力真的很恐怖 我们全妹的臭屁名场面更是数不胜数 不仅挂着满身的玩偶接受采访 还在发布会上戴着奥运五环眼镜 甚至裤子穿半截就满长跑 这孩子是真虎啊 全妹深夜和主播连线打游戏 不仅开麦了 还在情不自禁的飙哥 妹妹啊 咱收连点吧 现在可是舞剧时代 少留点钟二发疯视频吧 真的不敢想全红蝉结婚的时候 婚礼上放这些视频 该有多热闹 全妹更是凭借自己直爽的脑回物 让一众记者差点断送职业生涯 你留给我们和公众的 大家都是快乐 那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但实际上你累吗 你不累啊 有人说她飘了 全妹只是自信开朗罢 这个年纪就该有的天真俏皮 说实话我要有这个实力 我都横着走 酸什么酸 我都有这个东西 Shayk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